上世纪八十年代 是中美邦交密约期 1981年中国女排开始了五连大的辉煌历史 1984年新中国首次参加美国洛杉矶奥运会 便夺得了15枚金牌 然而就在这期间 由于一个运动员的事件 导致了两国文娱交流暂停 上点年纪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事 这就是当时令世人震惊的胡娜事件 1982年7月 中国派出了由包括胡娜在内的自民运动员 一名领队和一名教练沈剑球组成的中国女子网球队 赴美国参加联合会杯大赛 在第二轮比赛开始前 运动员胡娜突然离对群政治比难 在国际社会上造成重大影响 彼时的胡娜19岁 是冉冉生起的一颗希望之心 出身网球世家的他16岁就拿到了全国冠军 小小年纪极贵为亚洲一姐 他是中国一颗冉冉生起的新星 但是在他19岁随国家队比赛期间却离对不归 并在次年获得了美国的政治庇护 引发了中美之间的外交风波 而他也被中国的外交部定性为叛国 在美国参加联合会杯比赛时 首轮的比赛 第一个出场的胡娜2比0战胜日本队的钢粉九梅子 中国队最终3比0战胜日本队 7月21日根据安排 中国队将对阵德国队 但是就在早餐后 教练和队员们却便寻胡娜不见 当天晚些时候 胡娜通过律师制变组委会 称自己很安全 并已寻求政治避难 受此叛逃事件影响 少了一人的中国队军心大乱 以0比3惨败给德国队 次日中国队便摆回了旧金山 胡娜叛逃事件在80年代初 给国家形象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它也成为了西方国家 筹划大陆的重情胖蛋 像一把锋利的匕首 撕在了祖国的心坎上 中国政府也连连向美国政府 提出强烈抗议 在当时找群无果的情形下 领队以及教练沈剑球 和所有的队员于无奈中回国 并在之后的生活中 承受着因胡娜叛国而带来的巨大压力 当年胡娜的叛国与其后的现身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中国与美国方面就胡娜所谓的政治避难事件 甚至中断了一切的文娱交流 而对其寄予厚望并付出巨大心血的教练沈剑球 被严厉处罚 并被开除出国家 胡娜的突然出走不仅让国家准失荣誉 也让他的领导、教练、领队、队友全都受到牵连 一个月后 于1982年8月16日 全国网球单项甲族比赛在秦皇岛举行 赛前国家体委贴出通告 宣布中国网球国家队进行改组和各项通知 受胡娜事件牵连 总教练张大璐、副总教练沈剑球领队 队员李星义等被开除出国家队 在80年代 被开除后的他们 没有了本该可以享受的待遇 生活绝聚 留在美国的胡娜并没有得到她想要的生活 直到1984年参加了首个大满贯的比赛 1985年胡娜进入了温王女单的第三轮 那也是她职业生涯最好的战绩 1992年29岁的胡娜特异 职业生涯其实契算下来也只有8年 参加了16次大满贯比赛 退役4年后 1996年胡娜去了台湾了 在那里办起了自己的网球俱乐部 2014年的一则新闻勾起了 很多老一辈网球人的回忆 2014年11月18日北京建国门外国际大厦 胡娜的画展正在二楼举办 她穿着黑色的裙子 细声细语 慢调自立 似乎一点运动员的痕迹都没了 胡娜也透露以后要经常性回国办些画展 中国的经济现状发展得不错 对当年的出走事宜 胡娜说自己并不后悔 虽然很多人谩骂她 但并不重要 她有自己的追求 而且她现在活得很好 而对国内经济的发展 她也连连称道 2004年的时候 胡娜和父母一起回国内探亲 后来频频回国办画展 做主持人解说网球比赛 开展各种活动 风生水起 但是教练和队友们至今都没有得到她的一声道歉 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胡娜很坚定地说 从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自己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被中国政府定性为叛国 害了自己的教练 害了自己的领队 害了曾一起并肩作战的队友 而今回国后却无意识地歉意 也没有一句道歉 当年为你付出巨大心血的领导 教练 队友 你该如何去面对他们 你知道他们被国家队开除后的生活有多惨吗 你该如何面对他们的子女 以政治避难的身份叛逃 让国家形象受损 并让美国以你为刀 以此重创中国 当年你叛逃后在中美外交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就算不从你背叛一个国家的高度来讲 但你的教练 你的领导 你的队友 都为此事受到了牵连 受到了严厉的处分 被开除 你却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 你却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 这就让人无法原谅 被开国家的罪本意是已现无可原谅 当时国家并未让你舍身取义 对你在国家贫穷时叛国而逃 为了自己的义 以私利让教练和队友受到牵连 让整个国家的外交起风波 让同胞蒙冤 现在国家经济上好了 你还有何脸回来 别给我讲宽恕 在这件事上永远不会原谅你 半国者应该终生进食踏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 在中国体育史上 胡娜是一位极其特殊的人物 她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出走的体育明星 甚至在中国外交史上都有留下了一笔 近日胡娜回来了 她的最新身份是画家 与两位朋友的联合画展正在北京展出 胡娜漫条子里 微微讲述着自己颠沛的人生 51岁的胡娜身材修长 岁月打磨了她眼角的皱纹 却增加了一层画家的端庄气息 那次出走她只带了一个樱桶 1982年7月的一个午夜 胡娜在美国上克拉拉式消失了 正在此地参加联合会杯的中国网球队陷入了混乱中 这酿成了当年轰动一时的胡娜事件 回忆这段往事时 胡娜的脸上看不到任何情绪的表达 就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时代背景的不同 造成了个人选择的不同 其实就是一个小女孩追求梦想 就这么单纯 就像现在的单飞情形 其实是一样的 那个时代不同 所处的语境是不同的 现在大家看到里纳安飞后取得的成就 就明白了网球运动员需要在国际性的大环境中磨练 如果知道这一点 大家就明白我为什么要参加职业在了 胡娜出生于网球世家 七岁时他拿着木制球拍对着土墙练习的场景 打动了他的外公温领 作为前全国男子单打冠军 温领在外孙女身上发现了网球天赋 16岁的时候 胡娜获得了单打 双打和混双的全国冠军 那一年他第一次赴美训练 得到了名叫头布雷顿的赏识 三年后他用一种令人吃惊的方式 追逐着自己的职业梦想 从酒店出走之后 胡娜钻进了朋友的车中 对方已经在停车场等候多时 胡娜当时只有19岁 完全无法意料事态的发展 胡娜事件直接导致了中美外交的冲突 没有身份的日子里 胡娜结冰淇淋消愁 体重增加了10公斤 直到1983年4月 在他20岁生日前夕 美国移民局发来了通知 我终于获得合法居留权了 胡娜在自传中说 这让他终于有机会征战职业网谈了 1985年胡娜职业生涯的春天到了 他的排名升至130名左右 获得了参加温网资格赛的机会 他最终打到了第三轮 因为击败过英国一号选手安拉 连出租车司机都能认出他来 后来他的世界排名一度攀升至前50名 职业生涯的成就无法遮掩孤独的苦楚 他的身边没有家人 团队 冷暖自知 我一个人背着两个大球包 到处比赛 从意大利 德国 法国 一路打到英国 这么多年一个人都是这样 胡娜曾背负着骂名 压力面前 胡娜有化解之道 说我的天真也好 幼稚也好 我不太去想太多 只是把专注力全放在训练和比赛上 即便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他仍用天真 幼稚来形容自己 如今往事随风 2004年他终于厚着脸皮回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